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和大家做2023年大肆回顾 今天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全球哪个地方最躺平呢?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 2023年大肆回顾 全球哪里的人最躺平呢? 疫情期间其实我也跟大家拍片讨论 有关全球出现大持绩潮 大家未看可以在以下的连结重温 2021年12月24日的短片《大持绩潮》 是如何去理解失业率和劳动人口参与率呢? 失业率的数字大家听很多了 近期欧美以至香港失业率都持续非常低 有一种错觉就以为 就说当然经济很好 失业的人数是一直遞减的 但是其实就忽略了有关劳动人口参与率的变化 大家可以重温这个短片就会知道 劳动人口参与率和失业率 两者一定要一起去参考才可以理解有关就业市场的情况 关于这个大持绩潮 疫情爆发之后 全球都出现这种 迟了份工 但是也没有去找下一份工 那就称之为大持绩潮 在2021年12月的时候 这一段短片 我介绍了有关美国和香港的情况 解释了当时失业率回落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人们离开了职场 没有再去找工 失业率的定义就是 你访问他的时候 是问他近期有没有找工作 有没有工作 所以一定要是有意愿去找工作的人士 而他没有找到工作才称为失业 所以如果有大量的人口 其实是离开了职场 没有工作 但是也没有找工作 就已经不包括在失业率的统计 而将他计算进去 劳动人口参与率里面的比例 当然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大持绩潮的背景原因 比如这个统计 大家看到当时有40% 四成的人士是离开了职业 因为事实上是太辛苦了 所谓Burnout 直接崩溃 其中尤其是有54% 是从事有关医疗服务 大家应该明白 当时真的拿一条命去拼 而且病人的数量这么多 疲于奔命 医护人手不足 所以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Burnout 而决定离职 另外当时也有很多食物的服务业 以至代客业都出现严重的工作压力 所以这个也是当时出现的大持绩潮 可以理解 另外统计也发现有2成8%的被访者 就是离开了公司 是没有找下一份工作的 也是5成6%是在相关Burnout的行业 但是有一个情况是香港独有的 就是大部分的地区 其实经过了疫情的退却之后 劳动人口参与率其实在疫后已经开始回升 只是有少数的地方好像香港那样 劳动人口参与率竟然继续下跌 2023年更加跌破了纪录的新低 几十年来没见过这么低的数字 情况是有点不尋常的 关于疫后香港的劳动参与率下跌 跌破40年新低的短片 大家也可以在2023年8月9日 我以下的连结重温有关香港大持绩潮 是不是加剧劳动人口参与率跌破40年的记录 当然了 其实大持绩潮离开了职场的人士 没有再重返职场 反而有更多人继续离开职场 所以令到香港的劳动人口参与率 持续下跌 更加跌破了40年的记录新低 但是有趣的是 2023年明明已经启动了大量的输入专裁 包括高财通计划 上周我们也有短片介绍 就是申请人数和批准的人数 是超出预期的 超出一倍的 单单计一项高财通计划 在今年头10个月 已经有超过7万人来到香港 所以大家的预期应该是 劳动人口参与率应该会大幅回升才对 如果大家未看有关高财通的短片 大家可以在以下的连结重温 但是有趣的是 即使这么多高财 但是2023年劳动人口参与率不升反跌 给大家看看这个图 世界各地也有一个类似的急跌 这个疫症爆发 有很多人离开职场 大家都看到 当时香港是由60%的劳动参与率 跌了超过2% 跌到58% 但是一旦上来之后 又继续回落 而且劳动人口 即使去到2023年 都仍然是有一个向下的趋势 这个就有别于世界的主要地区 报一报个数 最新2023年10月的 香港劳动人口参与率 进一步跌到57.7% 比起疫症爆发初期的参与率 水平还要低 比起疫前的60% 低了足足2.3% 若莫等于有8万多人 在这个期间离开职场 没有再找工作 不再找工作 解释了 是为什么 经济毕竟失业率非常低 低于4% 但是这个失业率的理解 必须要连同这个劳动人口参与率 一起去理解 因为最新的10月份 失业率回落到只有2.9% 这个失业的定义 必须要有意找寻工作 而找寻倒工作 才算是失业的 在大持绩潮的情况下 离职不再找工作 就不算是失业 就形成一种 明明是经济转差 但是失业率继续下跌的一种 反常现象 这个坊间就称为唐平 那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香港的情况特别 还是全球都是这样呢? 那我们来一起回顾 几个大的地区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变化 最先我们来看看 美国的劳动人口参与率 疫症爆发跌一跌 接着就持续回升 最新已经升到接近63% 所以大家看到 美国的大持绩潮曾经是很严重的 劳动人口参与率跌过3% 但是现在已经持续攀升 追到62.5%以上 大约是追回疫前的水平 英国的情况更加好 反而是没有什么大持绩潮 没有急跌一下 原因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英国的大持绩潮没有垂直急跌 反而可能是因为脱钩的因素 慢慢回落了 约1.5%左右 但是现在已经回升到79%以上 大约是追回疫前的平均水平 日本就差不多是没有大持绩潮 持续都是向上 最新已经升到超过63%了 欧盟就有跌两跌 接着也重回升轨 现在最新已经升到75%了 澳洲的情况也很类似 跌两跌 接着又重拾升轨 现在升到67%了 南韩跌一跌 都是约1%左右 接着又已经重新上路了 现在最新也都接近65%了 那为什么香港会与众不同的呢 各地区的劳动人口参与率 大家刚刚听到的数字 要么就是60%多 要么是70%多 只有香港是低到五字头 50%多 再这样跌下去 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不用做的了 新加坡 一样又是小小经济体 但是新加坡的劳动人口参与率 最新是报70% 而且持续上升 即使你说很近的澳门 澳门都有68% 所以并不是因为经济规模的问题 那你说是不是人口老化 即使连日本这么老龄化的国家 现在的劳动人口参与率 也有63% 那为什么香港的劳动参与率 会持续下降 60%以下 60%以下都很夸张 四成的人口是没有工作 而又没有找工作 那就称之为劳动人口参与率 那这个情况 其实就跟近期在英国进行的一次 在英港人调查 差不多结果 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香港人是全球最躺平的 合理解释的原因有很多 你说大量的人口没有工作 也都没有找工作 的原因可以是说 退休提早退休 或者多人身体因素 所以健康问题不能做事 也可能是有很多需要 在家照顾家人 或者有些人 找够享受人生 不再打工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 2023年输入尊财高财 最少高财通 都已经有7万人来到香港 所以照计人口 都已经回升 为什么 没有推升到劳动参与率呢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留言 一起讨论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 因为很多人长期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就决定暂停找工作 这个情况 在日本也有类似的 在经济长期低迷的时候 劳动参与率 一般就会走低 直到经济很转 才会多些人出来找工作 这幅图大家都看到 日本是在2000年 一直劳动参与率 由63%一直走低 曾经在约莫2013年左右 是最低跌了 只有58.5%左右 所以也跟香港类似 一直走低 是低过六成 及后经济开始回暖 才慢慢重拾升轨 现在已经升上63% 所以这种趋势 会不会都是 有一种与其分分工 都找不到 不如暂停 不找工作做住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分析 不妨留言 可以讨论 今天的分析到这里 拜拜